今天我们来回顾毛利大叔的高光时刻 柯南剧场版9水平线上的阴谋 大家好我是全书 这部和上一部一样依然没有出现小黑 影片一开始交代了两件事情 15年前在北大夕阳上 有一艘货轮第一八代丸遇上了冰山 当时的副船长海藤杜下令佐满舵 结果还是撞了 三等航海士急忙去找船长 却发现船长已经交不信了 随后海藤也到了船长室 从表情可以看出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那天第一八代丸沉船了 在救生艇上我们没有看到 三等航海士和船长的身影 这起事件后来被归咎为船长误判 半个月前 在命运多船的西多摩市 八代商船主设计师八代鹰人 正准备开车去打高尔夫球 这里的细节为 他是在车开到斜坡前才系安全带 他没有发现安全带上好像绑了风筝线 画面一转鹰人的车坠落山崖 他车上还挂着亚夫罗地号的标志 而此刻小兰他们就在这艘豪华邮轮上 小兰抱起柯南欣赏美丽的夕阳 被不美他们看到之后柯南还脸红了 但他却说是因为夕阳的关系 这句话让小兰想起了新衣 小时候新衣也说过一样的话 小兰此时说了一句跟那时候一样 另一边剧情直接向我们展示了 有一位叫日下广城的编剧有问题 所以这看起来似乎是一道正名题 在万联开场白之后时间来到晚上 这艘船是八代集团所属 八代商船所造的第一艘豪华邮轮 毛利他们是被原子招待上船的 录作前博士给柯南展示的 有窃听功能的袖扣型对讲机 不过被毛利给顺走了 接着广城进门时将柯南眼睛撞落 他说自己是毛利的忠实粉丝 并介绍了旁边的秋吉美波子 美波子是这艘船设计团队的副指挥 亚夫罗蒂号的名字是他去的 总指挥八代英人已经挂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毛利并没有像之前一样 一见到美女就开始发挥 这主要是由于美波子长得和英里比较像 落作之后广城说自己正在编写 以豪华邮轮为背景的企划案 所以他才会去采访美波子 此时毛利提到了15年前的沉船事件 广城下来时的转过头去 不是大哥你还能再明显一点吗 接着是其位知名人士入场 前任首相新建和夫人以及艺人丽姐妹 毛利看到丽姐妹的反应就比较正常 八代会长妇女也随后落作 八代颜太郎是八代集团会长 八代桂江是八代商船社长 半月前遇难的设计师八代英人 是桂江社长招聚的丈夫 而这艘船的船长竟然是海藤杜 另一边 佐藤对英人的事件有点存疑 报告说他是在下坡途中心脏并发属于意外 佐藤想要重新调查一下 再回到船上 袁子正在祝贺 小兰获得空手道关东大赛的冠军 心里除了恭喜之外并没有送什么礼物 之后广城以晕船为由先回到房间 但他其实是跑去八代会长房间装窃听器 他听到了服务生十本所汇报的 八代会长妇女明天的全部行程 另一边光叶他们打算 用贝壳串成金牌作为礼物送给小兰 隔天众人在甲板上休息 阿丽博士立行等下话问答 柯南注意到了广城找美波子有事情 光艳他们把礼物藏在小兰的风衣里 这是打算给小兰一个惊喜 此时八代会长收到一封匿名信 我知道15年前的秘密 我们10点15分地下船屋已去 回到毛利这边 丽姐妹要找她聊天 她非常开心地回去打扮 小兰和孩子们则玩起了捉迷藏 一开始柯兰不想玩 不过在小兰说了一句 心里当时也不想玩之后 柯兰立马表示自己也要加入 猜拳后是圆子和小艾当鬼 圆子还借走了侦探徽章 小兰则表示不好意思一定是我们赢 因为什么他没讲完就被打断了 很明显这又是一个细节 桌迷藏只玩30分钟10点12分前结束 柯南根本没有藏起来 他捡到一个排球在踢 他没注意到小兰在楼上看他 另一边广城打电话给美波子 他是在跟美波子说自己的剧本 介绍完人物之后他就放了录音 这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方便他跑去八代社长的房间行凶 注意广城这时穿的是游轮送的风衣 进房间时只有桂江社长一个人在 很快桌迷藏还有12分钟结束 目前只剩能上天蹲地的小兰没有找到 圆子一直找到了地下室船屋 他在这里被人从后面打晕了 同一时间毛利去找利姐妹的时候 和一位穿风衣的路人擦身而过 侧身时那位路人被朝毛利 接着八代会长如约来到地下室船屋 他在这里遭到了广城的袭击 广城说自己要为父报仇 虽然八代会长差点反杀 但他最终还是坠海身亡 随后桌迷藏结束小兰出现 他说自己知道克兰一直在踢足球 这里要说明一下 虽然之前的画面 小兰看克兰踢的是排球 不过小兰当时应该是没有注意 而此时圆子被关在一个冷冰冰的箱子里 小艾联系他时圆子赶紧求救 克兰的眼镜因为之前被广城碰坏了 所以无法用眼镜锁定徽章位置 根据描述克兰他们首先去了冷藏室 找不到人之后他们又去了太平间 人果然就在这里 万幸的是圆子没有什么事情 克兰有看到但目前想不起嫌疑人的长相 他只记得时间为10点11分 地点在地下室船屋 毛利克兰在那里发现了八代会长的铁扇 当他们想拿去还给八代会长时 毛利才想起那个和他擦身而过的人 就是从会长房间出来的 时间是10点15分左右 石本听到之后表示八代妇女都没有穿风衣 接着大家赶紧冲入房间 贵江社长遇刺身亡 这个场景对得上广城行凶的画面 但克兰发现现场有一处血迹被擦掉了 而且石本找不到八代会长 没多久 木木他们做直升机来到现场 老样子会先官方吐槽一下 毛利死身又在这里拍戏啊 经过初步调查判定 八代会长应该是在船屋预袭 然后被推入海里 木木立马叫人进行海上搜救 他还叫克兰先回房间去 毕竟凶手有肯还在船上 不过克兰一直躲起来偷经询问 目前线索整理如下 从时间线来看 凶手是和毛利擦身而过的人 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个凶手 他身高大概170公分左右 由于穿着每位乘客都有的 游轮纪念风衣 所以目前不大好判断 钱财都没有失窃 比较有可能是仇杀 凶手应该持有万用钥匙 而且十分清楚八代妇女的行程 这行程理论上只有石本和假执业了解 另外原子被袭击应该也是凶手所为 听完这些线索之后 柯南出现并开始引导 石本与晚餐后在房间汇报过行程 晚餐期间 会长的房间没有人在 三星期前 广城采访过石本 采访完之后 石本丢了一把万用钥匙 而晚餐期间 广城以云船为由先回房间 那么他就有时间去房间放窃听器 然而广城有个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就是和美波子打电话的时间 通话内容为给广城的企划案提建议 柯南此时发现广城有录音笔 还有一张照片 如果我们暂停把照片放大来看 会发现几个有意思的线索 照片里是15年前遇难的船长和三等航海事 里面的小孩应该就是广城 船长和广城难了一个折纸船 这个纸船有出现在船长的房间里 另外当时船长的桌上有他女儿的照片 这个女生看起来是不是很眼熟呢 再回到广城的房间 他表示因为美波子也是一个人住 所以他不好直接进别人房间 约在外面又怕剧本被别人偷听 打电话才是最安全的 接着大家又去找了美波子 路上毛利和一对男女擦身而过 他这时似乎是有什么发现 不过大家以为他又在看美女 美波子的回答和广城对得上 出来之后 桂江社长的房间有新的发现 之前柯南以为被擦拭的血迹并不是血 随后柯南又去找了美波子 他问起了通话细节后得知 原来广城讲剧情时不让别人插嘴 从之前开始就这样了 插嘴会被骂 询问过后 美波子还送给柯南一个纸船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这正是照片上的折纸船 半晚小兰还在照顾原子 原子问起了桌迷藏前小兰被打断的话 于是小兰回忆起了以下片段 小时候大家要找新一玩桌迷藏她不要 小兰当时躲在体育馆舞台下面的小空间 结果巡逻的老师后来把楼梯推回去 最后还是靠新一找到了小兰 她通过平常对小兰的细微观察 加上排除法锁定了体育馆 听完之后 小兰很开心新一如此关注自己 新一当时就脸红了 但她却说是夕阳的关系 这里对应了一开始柯南脸红的桥段 所以小兰才会说跟那个时候一样 被打断的话则是我没定会赢的 因为只有新一能找到我 接着柯南发现毛利从广城房间出来 她随后也进去玩了一下 柯南首先看到了企划案的前几页 其次又挽起了录音笔 结果她很快就被赶走了 广城的录音笔肯定没有证据了 没多久八代会长的实体被发现 不美他们感慨为何人要如此伤害 阿力博士则说一定要学会体谅别人 柯南此时过来借有一个东西 另一遍 左腾发现了车祸的疑点 木木叫毛利过来一起讨论 柯南则利用锈扣切钉 疑点为安全带上的风筝线痕迹 以及烧焦的果汁罐头 听完之后柯南又来引导了 于是大家想到了安全带上的风筝线 应该是为了引爆闪光弹 八代鹰人的事故并不是意外 讲到这里船长海腾进来 原本睦睦希望她可以取消五点的欢迎酒会 但毛利却说没有关系 她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在欢迎酒会上 不美说他们之前有准备礼物 小兰则很抱歉自己没有发现 随后欢迎酒会正式开始 乘客们却很担心凶手还在逍遥法外 此时毛利站出来说不用担心凶手已经锁定 杀害八代妇女的凶手就是美波子 动机为替八代鹰人报仇 她说八代鹰人的意外是八代妇女搞的鬼 而美波子和八代鹰人可能是一对情侣 对此美波子极力否认 她说她而鹰人根本不是一对 而且她是有不在场证明的 针对这一点毛利表示 美波子大概有20分钟都是聆听 她完全有时间可以单独作案 不过毛利此时证据有点不够 再加上美波子那咄咄逼人的气势 毛利借上厕所为由暂时离场 此时柯南发现广城头发颜色有变 于是阿利博士配合她开始破案 她指认凶手为日下广城 首先她打电话讲剧行用的是录音 而这个录音被博士给放出来了 广城立马表示她明明已经删了才对 不过这段录音是柯南用变身细录的 第二个证据为广城变黑的头发 那其实应该是凝固后的血 行凶时由于发色关系广城并没有注意 现在反倒成了证据 第三个证据为脖子上的抓痕 这是八代会长反抗时留下的痕迹 事已至此广城拿出最后一张王牌 她早已在船上安了炸弹 原子这时也想起她是被广城给打的 接着广城说出了复仇原因 15年前遇难的三等航海试试她的父亲 两年前她偶然得知 那起事故是八代妇女为炸保险金而做的 而且他们顺便设计干掉不听话的船上 他们拉拢了当时的副船长海腾 在船长的咖啡里下了安眠药 然后故意撞上冰山并引爆了货轮 炸弹安装的位置由八代英人提供 广城说是自己将会长丢入海里 她原计划还想用爆炸引发混乱 并趁乱干掉海腾 此时有人从后面抢夺遥控器 结果不但没成炸弹还被引爆了 广城趁乱坐上快艇逃走 柯南和孩子们也追了上去 不用问这肯定是在夏威夷学的技术 在一段刺激的海上追逐过后 柯南用麻醉针制服了广城 木木他们随后赶到并交易了柯南 此刻邮轮又爆炸了 这一次爆炸比较有针对性 海腾无奈之下只能下令弃船 小兰到现在还没找到孩子们送的礼物 随后毛利将小兰和原子送上救生船 她说自己等一下做另外一艘 接着小兰想起礼物应该掉在捉迷藏的地方 于是她决定回到邮轮去找 礼物也确实在她藏的地方 只不过由于船体不稳 小兰不幸晕得过去还被关起来 另一边柯南开始怀疑事情不对 当听到八代会长背后插有水果刀时 柯南又重新过了一遍线索 广城并没有提过水果刀 而且第二次爆炸就好像真的要把船弄成一样 凶手应该是另有其人 柯南立马又赶了回去 没多久乘客已经全部疏散 美波子突然出现留下最后走的海腾 原来她就是当年那个船长的女儿 半年前广城以写剧本为由采访美波子 但她却问了很多八代妇女的事情 美波子则发现广城在调查 15年前的沉船事件 之后美波子约八代鹰人喝酒 喝醉的鹰人说出了真相 于是美波子开始复仇计划 关键时刻毛利叫停了美波子 他早已在美波子的枪上动了手脚 酒会的暂时离场只是为了去找证据 当然毛利并没有打算放过海腾 此刻虽然美波子说他们都已经没救了 因为他破坏了剩余的救生船 但毛利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毕竟 侦探的天性就是解开真相 顺带一提 由于秀客的关系柯南也听得到 所以真相是这样的 美波子意识到广城的复仇计划不会成功 于是他先一步干掉了八代鹰人 接着广城的不在场证明手法被美波子看穿 他反而利用这一点自由行动 桂江社长是先被美波子打晕 然后他再伪装成桂江被广城袭击 广城当时刺中的是假血浆 他离开之后美波子才干掉桂江 并擦拭掉了地上的假血剂 美波子穿风衣离开房间时遇到了毛利 他下一时的背靠毛利擦身而过 这主要是因为他是女性 毛利和情侣擦身而过时意识到了这一点 之后美波子来到地下船屋 这里因为毛利不知道水果刀的事情 所以柯南用袖扣帮忙补了一句 美波子用刀刺中八代会长背部 这才使得广城将其推入海里 并且广城也认为都是自己干的 而美波子之所以会利用广城 一是想骗过毛利小五郎 二是因为广城吐槽过 当年与船共存亡的船长跟不上时代 另外美波子的炸弹是经过计算的 时间刚好可以只让海腾留在船上 这艘船被美波子取名为亚夫罗地 那是从泡沫中诞生的女神 他注定也会回到泡沫之中 讲完这些之后 在被揍了一段时间之后柯南终于赶到 趁对方不注意 毛利利用百分百过肩摔将其制服 此时美波子感慨一开始就被毛利盯上 该不会是自己长得很像他痛恨的女人吧 毛利则表示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长得像 所以他才想证明美波子不是凶手 这一幕真的有被磕到 接着有艘救生船又回来营救 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柯南看得一眼近都条表示有点焦虑 原来是小兰还没有得救 他和毛利立马又回到船上 原子说小兰却有捉迷藏的地方 这里很明显是要对应小时候的回忆 只有心力才能找到小兰 根据小兰知道自己踢球 但却不知道踢的是什么球判断 小兰被困在了上层甲板的地下空间 那里能听到声音但却看不到外面 当昏迷的小兰被救出来之后 救生船已经无法靠近下沉的邮轮 好在海上救援直升机到了 救护人员在解救时遇到点意外 最后是小兰抓住了柯南 以及孩子们做的礼物救了柯南一命 这个抒情桥段确实有点刻意 片维彩蛋维大乱过后的总结 孩子们把贝壳金牌手链做成项链 柯南表示救了他们的事 那份坐在手链上体贴他人的心意 希望人类有一天都可以相互理解 我是全书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